7月15日,中国国民党在台北中央党部公布该党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初选民意调查结果 参选人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以44.805%的总平均支持率胜出 民均支持率以44.805%排名第一 国民党此次党内初选有朱立伦、周西伟、张亚忠、郭台铭、韩国瑜等5人参与角逐 此次初选民调由5家民调机构执行 合计做出1万5千余份有效样本 民调结果显示,韩国瑜的总平均支持率为44.805% 以较大幅度领先排名第二的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总平均支持率27.73%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在随后召开的民调结果公布记者会上表示 此次国民党初选是历来最公开透明的一次 韩国瑜出席记者会时称,他感到沉重的压力 我想我今天大家看到我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 一丝一毫的喜悦都没有 我感觉到无比沉重的压力 而且未来要做的事情,未来面临的挑战好巨大 我个人没有任何喜悦,没有任何欢乐 我只希望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之后 得到各路的朋友的帮忙 我们一起来开创台湾美好的未来 韩国瑜还表示,感谢高雄市民给他机会 将继续全力充市政,执行市长职务不会懈怠 民调结果公布后,郭泰明发表一份声明 恭喜韩国瑜赢得初选 朱立伦,周西伟,张亚忠等参选人以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均表示 初选过后,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抵抗执政的民进党步步逼近,争取最后胜选 据了解,此次初选民调结果将于17日提报国民党中央常会审议 28日经由该党全代会正式通过提名人选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于2020年1月11日举行 民进党6月13日已公布 现任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初选民调剩余行政机构前负责人赖清德 将代表民进党参选,争取连胜 另一位备受各方关注的潜在候选人是台北市市长柯文哲 15日西支国民党民调结果后 柯文哲在受访时表示 他要听一听其他三选人的想法论述 之后再思考下一步